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HECSTAR HECSTAR 其实我在 呃礼拜天之后就有介绍 这支呢 是其中一个潜力股来的 那时候我就说 如果他有机会在这个 也就是昨天啊 昨天如果他有能力在这个200天均线 指电回声呢 就是一个买入讯号 而昨天呢其实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今天呢他就 很紧就飙上去 大概是2块1 多钱 2块2左右 那时候就是赚钱的 啊但是呢 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吧 虽然他已经站上去 也是突破了这个 这线 但是这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还是要小心一点的 啊呃虽然现在是有点赚钱 但是如果不对路的话 还是要抹出去 最后的支撑才是一样 就是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1.95 再破1.95 1.94的话 也是要止损的啊 也是要止损的啊 如果你是还没有进场的话呢 就等吧 看下他有没有机会 在这个200天均线 再弹上去 啊 这时候不要记了 因为大盘不是很漂亮 这个时候就 继续观察吧 只要他没有 跌破这个200天均线 才是ok的 跌破的话 就要止损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